好声音第四季本周末开播,周杰伦来势汹汹,汪峰周杰伦的耳王之争,势必成为本季的最大看电。 宣传片拍摄时,汪峰和周杰伦就已经短兵相接,抢学院大战中,更是不惜放大招,形成简拔怒章之势。 周杰伦早已被其他导师默认为主要敌人,在好声音第四季启动会时,那应因为害怕周杰伦的超高人气,曾号召其他两人和他一起结盟,集体对抗周杰伦,但遭到了汪峰的拒绝。 可见汪峰是下定决心不军奋战,力敌周杰伦,盲选阶段战火出燃,导师抢人是八星不喊各限七招。 上一季好声音,为拉拢学员,汪峰频频抛出演唱会邀请,本季也是如法炮制,但这招明显被滥用了,那应直接反驳,演唱会我们都有。 更有头问周杰伦,你难道没有演唱会吗?周杰伦表示,这都不是事,演唱会可多呢。 心急抢人的汪峰不惜放大招,强调自己是唯一在鸟巢开过演唱会的导师。 今年好声音的最终决赛,会放在鸟巢,今年我的演唱会第二次在鸟巢。 据我所知,在座这里只有我做过鸟巢的演唱会,令其他导师无言以对呢。